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大学比拼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心条旗下智慧角逐 加州理工 PK麻省理工 2.咖啡香中学府对话 华盛顿大学 PK西雅图大学 3.古城墙内学府争光 罗马大学 PK佛罗伦萨大学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心条旗下智慧角逐 加州理工 PK麻省理工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 世界科技舞台上的经典对决 加州理工学院 Caltech PK麻省理工学院 MIT 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界的较量 更像是智慧的奥林匹克 两所顶尖学府 在心条旗的照耀下 展开了一场场激烈的角逐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这两位选手的背景资料 在西海岸的角落 有着阳光 沙滩和冲浪板的加州 坐落着一个科研巨人 加州理工学院 这里不仅是诺贝尔奖得主的摇篮 更是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 JPL的大本营 而在东海岸 我们有着历史悠久的麻省理工学院 这里不仅是工程和计算机科学的圣地 更是无数创业神话的发源地 两所学校的对决 就像是脑力版的Marvel VS DC每一次的科研成果发布 都像是超级英雄大战的新一季 加州理工的学者们可能在某个周末 发现了新的太阳系外行星 而麻省理工的团队 可能就在下个月用量子计算机 解决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问题 这场比赛 没有终点 只有不断刷新的高度 有趣的是 这两所学府之间的竞争 有时候也会变得顽皮起来 比如 MIT的学生曾经悄悄地在加州理工的校园里 放置了一个巨大的MIT标志 而加州理工的学生则回应 已在MIT的校园里 放置了一系列神秘的标志和装置 这种恶作剧精神 也体现了两所学校在严肃的科研外 还保持着一颗年轻而活泼的心 在这场心条旗下的智慧角逐中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科技的进步 更是人类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渴望和热情 无论是加州理工的精密仪器 还是麻省理工的创新算法 它们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是我们共同的骄傲 最后 不管是加州理工PK麻省理工 还是任何其他学术竞争 我们都应该记住 在知识的世界里 竞争是为了更好的合作 对手是为了共同进步 在这场心条旗下的智慧角逐中 最终的赢家 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咖啡香中学府对话 华盛顿大学PK西雅图大学 在西雅图这座充满咖啡香气的城市中 两所学府 华盛顿大学UW和西雅图大学SU 就像是两杯精心组织的咖啡 各有风味 景香富裕 华盛顿大学 这杯咖啡 就像是一杯经典的美式咖啡 历史悠久 口感浓郁 深受大众喜爱 它的校园 就像是一幅精心绘制的画卷 樱花盛开时 那景色美的 让人心醉 UW的研究实力 就像是咖啡中的浓缩精华 尤其在医学 计算机科学和生物工程等领域 那研究成果 足以让世界位置一振 而西雅图大学 则像是一杯精致的拿铁 小而美 社区紧密 氛围温馨 它的课程 就像是咖啡师精心调配的奶泡 注重实践和个人关怀 让学生在学术探索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SU以其商业 法律和艺术项目而闻名 就像是在拿铁上绘制的拉花 既美观又实用 两所学府之间的对话 就像是两位咖啡师的友好竞赛 UW 看看我们的研究实力和学术排名 我们就像是西雅图的咖啡之王 不是吗 SU 哦 亲爱的朋友 但别忘了 咖啡的真谛在于品味和个性 我们的小班教学和社区参与 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味道 UW 哈哈 那我们就是提供了一整个咖啡菜单 让每个人都能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SU 确实如此 但记得 即使是最大的咖啡馆 也需要那些小而精致的咖啡店 来补充它的多样性 我们共同为这座城市 增添了不同的风味 UW 那么 让我们共同为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 继续煮出更多美妙的咖啡吧 SU 干杯 不过是用咖啡杯 这样的对话 充满了尊重和幽默 正如这两所学府 在西雅图这座城市中 所扮演的角色一样 他们相互竞争 又相互补充 共同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教育体验 而我们作为这场对话的旁观者 不妨也来一杯咖啡 享受这场知识的盛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古城墙内学府争光 罗马大学 PK佛罗伦萨大学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谈谈一场 古老学府间的友好较量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 PK Player Kill 玩家对战 而是一场充满智慧与传统的辉煌对决 罗马大学与佛罗伦萨大学的 学术争光 首先让我们来到罗马 这座古老的城市 不仅是帝国的心脏 也是学问的发源地之一 罗马大学 Universita di Roma La Sapienza 成立于1303年 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它的名字La Sapienza 意味着智慧 这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毕竟这里的毕业证书 几乎可以作为智商的担保 罗马大学的学者们 在各个领域都有着卓越的贡献 从法学到哲学 从医学到工程学 他们的学术论文堆积如山 足以让任何图书馆的书架 感到压力山大 这里的学生们在古城墙内学习 仿佛时光倒流 与凯撒大帝和马可 奥勒流等伟人同行 然而 不要以为罗马大学 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因为在北方的托斯卡纳 有一所同样古老 且充满活力的学府 佛罗伦萨大学 Universita di Forenza 成立于1321年 这里是文艺复兴的摇篮 达文西和米开朗基罗的精神 在这里仍然生生不息 佛罗伦萨大学的学者们 以其在艺术 人文学科 以及自然科学上的贡献而自豪 他们的研究 不仅仅是学术上的 更是对美的追求 这里的学生们 在美丽的文艺复兴 建筑中学习 仿佛随时都能遇见 穿着长袍的达芬奇 在角落里画草图 当罗马大学的学者们 拿出他们的罗马法典 和哲学著作时 佛罗伦萨大学的学者们 则以他们的艺术作品 和科学发明来回应 这场PK 不是用剑和盾 而是用羽毛笔和画笔 不是在经济场上 而是在学术殿堂中 这场古城墙内学府的争光 不仅仅是两所大学之间的竞争 更是一场文化和知识的盛宴 无论是罗马的智慧 还是佛罗伦萨的美学 都是人类文明宝贵的遗产 而我们 作为后人 不仅要为这些学府的辉煌历史鼓掌 更要继续在自己的领域中努力 让这场古老的PK 永远进行下去 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些学府之间的友好竞争 无论是科技舞台上的 加州理工 PK麻省理工 还是咖啡厢中的 华盛顿大学 PK西雅图大学 又或者是古城墙内的 罗马大学 PK弗罗伦萨大学 这些比赛 都展现了不同领域的 精彩和多样性 这些学府之间的竞争 并不是为了争夺胜负 而是为了激发 更多的创新和进步 他们互相学习 互相促进 共同推动着 人类知识的发展 正如我们所说 竞争是为了更好的合作 对手是为了共同进步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这些学府的竞争 有什么看法 你认为哪个学府更出色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一起来分享 我们的观点和看法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